网铺哈士居民感染羊探居美农业部长质疑中共隐瞒疫情 中国大陆持续爆出各类家畜疫情 令大陆民众倍感恐慌的同时外界质疑 中共当局又在隐瞒动物疫情广告 大陆各类家畜疫情持续扩散 据中共农业农村部官网8月30日通报 29日安徽省吴湖市南陵县爆发非洲猪瘟疫情 当地一养猪场出现发病猪织185头 其中死亡80头 当地379头发病猪和同勤猪被扑杀 这是8月以来 中国大陆发现的第5起非洲猪瘟疫 情自8月3日中国辽宁省出现了首起非洲猪瘟病例后 短短两周多的时间里 猪瘟疫情已扩散至5个省在辽宁 河南染病猪织来自黑龙江 故不排除黑省存在疫情的可能 江苏、浙江、安徽为了防止疫情继续扩散 中共官方趁已在中国境内扑杀超过2.4万只活猪 除了非洲猪瘟疫情外 牛欧行口提议和洋探居疫情也于8月相继在大陆出现 据农业农村部8月29日消息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柴不是兴河县 发生一起牛欧行口提议 疫情已有36只牛发病 其中12只死亡8月28日经国家口提议参考实验室确诊疫情后 当地已扑杀100头发病牛和同群牛 此前8月22日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发布消息称8月15日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州未离现某养殖场的牛 也出现欧行口提议疫情发病牛 63头死亡4头当地171头发病牛和同群牛被扑杀 而在黑龙江省出现的羊探居疫情目前已使当地10余人被传染 黑龙江省为纪委8月10日召开新闻通报会时趁节至8月9日18时 全省共报告人感染 皮肤探居14例其中10人在哈尔滨市治疗 两人在加木斯市治疗 一人在基西市治 辽毅仁已出院办通报中没有说明14人具体感染的途径和原因 加木斯市滑南县政府8月8日曾发出通报趁有一人临床诊断 为疑似病例 但同期网络上流传的一份地方政府通报则披露来自西台河市 加木斯市 哈尔滨市 大庆市及基西市 共9人被感染羊探居疫情 发现地的当地民众还透露 现场看到受感染的养殖人的症状全身抽搐 胳膊和手上都起了大炮 羊探居病是由人畜共通的探居杆菌 引起的一种急性 热性 败血性传染病 其死亡率可达20%至81% 接一波的疫情爆发 使得大陆民众已经不敢食用猪 牛 杨制品了一些网友留言 趁猪牛羊全部沦陷 我还能吃鸡呀 饿吗 房子买不起 现在肉也不能吃 了当中国人真不容易 我都一周没吃猪牛羊肉了 现在牛奶都不敢喝 难受害怕 现在人心惶惶 但我总觉得政府始终没告诉我们实情外界质疑 中共再度隐瞒疫情 在辽宁沈阳发现第一例非洲猪瘟病例后 中共农村农业部共铺杀了913头猪枝 并称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但实际上疫情反而一路南下在河南 江苏 浙江三省先后爆发当局随后改口称 不排除继续出现新发疫情的可能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 方日前提出警告 中国爆发的非洲猪瘟传染性很高 大陆爆发疫情的地区相隔一千多公里 以这种距离来看很有可能扩散至其他亚洲国家 特别是与中国有猪肉生意 往来的东南亚和朝鲜半岛 中共官方一贯隐瞒实际疫情的做法 另外借质疑当局对这次的猪牛 羊多种疫情的真实情况和感染数量 有所隐瞒美国农业部长Paul Ducane Padu8月30日表示中国大陆爆发的非洲猪瘟 疫情可能比媒体报道的还要严重 我们认为中国有关疫情的报道不足 因为他们中共可以控制媒体 破度还表示如果非洲猪瘟进入美国后果 将是灾难性的 因为不只是活猪 还将波及包括粮食业者 与种植作物供给动物饲料的农民 美国农业部辖下的动植物卫生检验局 APHIS 日前已加强在边境核击场 进行农业检验破度表示 该局每天都在努力 确保非洲猪瘟 不会进入美国因为这绝对是灾难性的 在这绝对是灾难性的 在这绝对是灾难性的